11月22日消息 Redmi K701手机将于本月正式发布 首发搭载天机8300欧彻处理器 新机的真机图片已经曝光 博主RT数码闲聊站刚刚曝光了Redmi K701的真机图片 官方已公布该机采用1.5K柔性置屏 支持1920Hz PWM高频调光 1800点峰值亮度 12bit色深 屏下指纹 此外 从图片来看该机的边框宽度控制得非常不错 其中一张图片还显示该机搭载澎湃OS 拥有1TB存储空间 该博主此前还透露 Redmi K701手机将搭载天机8300 Ultra加LPDDR5X加UFS4.0的组合配置 小米官方此前已经公布Redmi K701搭载5500M电池 加加90万块充 机身厚度8.05毫米 搭载热密最大5000平方毫米电竞级不锈钢VC 相较前代导热面积提升高达26.6% 此外 该机还搭载智慧充电引擎 有效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首发搭载小米海星算法可修复电池技术 号称1000次重载长循环后 电池有效容量仍大于等于90%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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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